健康饮食 服从口入 大家好 我是王振华 首先请出大家的老朋友 中医养生营养师 铁峰老师 振华老师你好 铁峰老师好 铁峰 临床医学毕业 中医养生营养师 国家一级播音员 同时欢迎我们两位健康观察员 铁峰老师 你看看我 你别不看我 你不看我 咱这节目 没完证了 没完证了 你这样是 不是 铁峰老师你看看我 你不看累了 你看我歇花 没不看你 我发现 铁峰老师这两天一直躲着我 你这到底你是怕什么 我怕什么 我有什么可怕的 对不对 咱们今天聊点什么样的菜来着 节目之前 你不是想吃牛肉丸子吗 嗯 我觉得咱今儿就说是牛肉丸子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我发现了 现在开始学会打岔 对 而且打岔同时还拉拢了一个人 那边有个吃货 拿丸子都是他 牛肉丸子挺好的 对 别跑偏 昨天说这益生君的事 您给联系的怎么样了 这个事吧 识货躲不过呀 跟你说 说吧 说吧 这个事不瞒大家 我这头一回啊 有不想上班这想法 不敢来了 进这演播室大门哪 我这心哪 哎呀 慌啊 就怕你们 郑华老师 你们问我这个益生君这事 不好回答 没法说 我知道 我理解 这不是什么容易做得到的事 但是你得让我们明白明白 你现在究竟走到哪一步上了 这事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就是正在接触 但是接触的挺困难 挺复杂 大家还是在等到信 还是等信 我只能表态 我肯定是尽力促成 别老催我这个事 你说明天请假不做节目 对 这该来还来啊 反正刚才你有这个态度 我就安心不少 对 是吧 今天聊着营养赛啊 我有个点子 好 你全听你的 你说实事 你这样不问就行 可在那儿去了 那个我刚才啊 到这个演播室来的时候 我看胖阿姨啊 拿着几个塑料袋 里边装的好像是蘑菇吧 干蘑菇 你看看张华老师啊 一眼就看出来了 对 大家看啊 这是什么 这是真模 真模 这个真模 对 在咱们就是东北这块啊 这个真模可以来说 是不错的蘑菇 家里这不来亲近了吗 串门 就带的挺多 山户 是 我一想 我别一人吃 所以我就给大家都装了点啊 让大家尝尝 尝尝嘴边 哎呀 这一看这个真模呀 我就想起 我的小时候 就咱们这代人 小时候 好像家在山区长大的孩子 都有山 对 都有过这个采蘑菇的经历 嗯 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 嗯 吃点肉啊 什么的都特别难 平时也吃不着什么好吃的 对 都没味儿呢 就盼着阴天下雨 啊 只要一下雨 哎呀 雨一停 拎个篮子上山了 嗯 都拎点蘑菇 嗯 嗯 拎点野菜 对 为了把那个大部分蘑菇 得交给家长 那对 是吧 因为这个晒干了以后啊 都卖钱啊 都卖钱 都卖钱 偷偷那么留几个啊 嗯 弄点 烧点开水 就是搁点盐 嗯 把这蘑菇一顿 嗯 哎呀 往嘴里 哎呦 这一入口 他一嚼 哎呀 肉味儿 感觉是肉 解馋了 嗯 解馋 对 对 真的这样